大家好,我是小秋 朋友们可以看这只有两只小区的流浪狗 在这边休息 这两只流浪狗平时都非常温顺 都不会去攻击别人 在小区里面还是非常温顺的 我们去拿一点石头的狗粮 下来给他们吃 看一下他们吃不吃 吃 吃嘛 你看你妈都吃了 那只小黄狗是一只有尊严的流浪狗 它不过来吃狗粮 倒是把小母狗的孩子给它叫过来了 朋友们觉得这只卷毛土狗 是不是和太底深的 它的毛为什么是卷的 肯定不可能是跟石头深的吧 怎么这么黑 现在的狗子在城市里没有牵绳 都容易给别人揍 希望这两只狗子 在我们小区里好好地活下去 不要乱跑 等我跑到别的小区去了 可能就别人揍了 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这只高傲的 暴躁小黄狗 它都不过来 刚刚给它狗粮 给它吃都不吃 还在这边睡觉 这狗子太吵了 躲在里面睡觉了 太搞笑了 朋友们可以看这里还有一只黑头白身的狗子 这也是一只土狗 我们小区就这么四五只流浪狗 在我们小区里面天天徘徊 这狗子好像愣死我 我经常带石头跟它们往 但是它们好像瞧不上石头 这些流浪狗都好可怜的 每天都在小区里面找吃的 希望那些狗放子 不要瞄准我们的小区 把这几只流浪狗给它拐走掉 好了 我也要去上班了 再见 暴躁小黄狗 暴躁小黄狗